好, 大家好, 今天很特別, PCM 和司徒甲帶兩邊Facebook 一齊直播 為什麼呢? 今早 PCM 開箱了 Airpropro 我又見到他開箱, 當然見到他有 見到我有, 他很想買, 但又很可惜按次 還有兩隻, 還不是有一隻是我的 不如過來試試, 不如一起玩吧 剛才師傅找我的時候, 我在街上, 我都沒見過耳機 我剛剛回公司, 很快就開箱, 試一試, 等師傅過來 你又試了嗎? 輕輕的 看到桌上有兩支咪高, 證明兩台同步之外, 還有這些 今早有很多人問的, 還有 Sony Sony, 還有 Powerbit Pro 為什麼會問呢? 第一, Powerbit Pro 就是同廠, 知道他自己有寫命 同父母的兄弟, 是 好了, Sony 同 spec, 為什麼同 spec 大家都是真無線, 大家都是真降噪 價錢也都相近, 可能只差一百元內的時間 因為我這些窮鬼呢, 通常我是接近兩千元的 藍牙耳機, 想清楚才能進入 其實是, 幸好我買不到而已 如果讓我買到, 我又為了拍片 那現在我又冷靜下來 在Lori 這裡就有一個, 那我就可以自己玩 就不狗衝過去, 因為其實我們平時 其實你冷靜下來是對的 是啊, 幸好我買不到 你覺得是對的 我初步試, 你先試一下 因為我試過, 我不斷都會試藍牙耳機 我已經花多眼了, 覺得很多款, 各有優點 然後突然間, 這隻又過了千多元, 成兩千元 那我看到其中一個點, 我不是很細節看完 它的防水是IPX4 是啊, 雨水或者是汗水而已 你不要拿去洗澡 我上次已經試了一隻IPX7 不過一千的 那我開直播的時候, 把它放進水裡 是沒事的 是沒事的 但是它, 咦, 我給了一倍錢 但它不是的 那是否要狗衝呢 所以就要試試 今早也有讀者問的 叫我們拿一杯水來試試 我們當然不肯 當然不肯 我沒有買Apple Care 不能攝影機 你買了Apple Care 他知道你這樣做 未必賠給你, 你還拍完片 它是防雨水而已 不是真的可以讓你去游泳 首先這個不是運動耳機 是 不像Power BI Pro 它是一個運動耳機 那Power BI Pro的防水能力 都高很多 但是 都未去到可以扔進水裡 是 這件事就有少少分別 亦都說一件很好笑的事 平時各位有些朋友 inbox我 或者我WhatsApp我問問題 有個朋友問我 師傅我游泳有沒有耳機推介 游泳呢 是SONY有的 SONY有些sport的耳機 是的, 那些是可以的 但如果純粹藍牙的游泳耳機 有些游泳用的藍牙耳機 是一個特色的 它是內置記憶 可以當鑊紋獨立用的 那些就可以 是的 你不要想著 你上了水可以連電話 當耳機用 下水可以就這樣播放 你不要想著 買一個超級防水的 然後 你游游游到中間就斷了 不是 你先放下去 我要 放下去 我太心急 不好意思 放下去才認到你的 剛才有人懷念 很久沒見過我是PCM 竟然有人知道我曾經跟PCM有淵源 為什麼 我現在要拿這個 沒所謂 就拿 看誰能認得到 不是 剛才已經有人問 剛才他已經的電話 問是問這個 我問這個 你的iPhone是什麼OS 我一個月前更新了一次 不用 收起來 很不滿 收起來 要用AirPod Pro 第一個條件 你買到了 第二個條件 你的iPhone 你的iPhone 我這邊 我這邊就這樣 我又要去那邊 給那邊 那我這個呢 我這個 就是你的iPhone 要更新到最新的13.2 昨天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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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就要更新了它 是的 你不更新 就sorry 我真的每一次 不是去到死亡的邊緣 或者是很空閒 我都不會更新iOS 我從來沒試過一次更新完 我就開心了 第二件事 你要更新iPhone 到13.2 才可以配到 那我唯有用你的 不如算吧 不要試它 我直接用Sony Sony不用 Sony不用更新 Sony不用 對 那我就用Sony 那你拿我的手機 Sony這麼帥 為什麼不用Sony 隨便你 用你的 配了 這個 是的 你聽什麼歌 我沒有什麼好東西 我只是聽Move 好啊 我也是聽Move 你 經常都是說 Move是唯一一個 逼著你用 但我又算用得很滿意 咦 我以什麼呢 喂 它那個降噪 有料到的 是的 沒有一些冷氣聲 靜了的 我一下降噪 是靜了我的世界 是的 靜了的 好 接著就播歌 我們給師傅一點時間 聽聽 我講一下 其實 我自己試過 我想大家比較接近的 就是Sony 和Apple 就是Apple Pro 為什麼大家都是 主動式降噪 什麼是主動式降噪呢 其實就是 它的耳機裡面 是有兩支收音咪 一支是對外 一支是對內 兩支收音咪的做法 就是它收了環境聲 然後 用一個反向的收音 將環境聲 中和了 所以你聽出來 就會失去噪音 外面有很多真無線耳機 所謂的 這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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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配 剛才是因為我 我拔走了 我以為 為什麼它的降噪 這麼厲害 聲音這麼遠 搞錯 不要緊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停了 慘了 一來就讓大家聽到 我聽方浩文 為什麼我要聽方浩文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剛才有原因 原因就是 是不是要再拆下來 師傅未上來之前 我在做另一個測試 就是拿這個 AirPod Pro 搭Android手機 搭Android 搭不搭到 搭到 搭到 那也沒問題 當然它那個搭法 就是 不像iPhone那麼智能 一打開機閣 一打開機閣 就自己認到 這樣 它是要按 這個後面這個按鈕 按住來配合 好 但配合完之後 基本上你做到的事情 都是一樣的 不要緊 慢慢來 我認到 這個其實是誰 我已經兩個同事 是不是壞了 買兩個 貪心 外面的人買不到 你買兩個 試試試試試 應該可以 都說幫你拿走了 哈哈 就這樣拿出來 我拿了出來 待會報告 小心報告出來 否則可能會被人叮咚 不會不會 10秒50秒 是剛剛那一刻 現在用了耳機播 就不會聽到 不是 你播 我剛才按到最大聲 大佬 所以就要收一收 他 可能有些Bull Tab 不要緊 不要緊 我現在在揉 你播了歌 我先帶進去 好 好嗎 那就麻煩你 你播放方浩文的404Lock 哈哈 又播到了 沒有 不是啊 沒有啊 沒有在這裡 沒有在這裡 是不是呢 肯定是你iOS 有麻煩 不是 應該是我們有兩個 弄完了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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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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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呢 在他做的那個 新的那個 鋪 的時候呢 我這邊呢 就拿Sony去 配合我自己 這個 自己這個電話 先 會買Sony 因為真的 好味精精 我自己覺得 咦 我看到這個Sony 帥仔 我這些外貿協會 當然是第一樣東西 帥仔了 這個 是不是都應該是拆出來 然後我就在這裏 就可以了 這個呢 應該都是 都是要在這個盒子 先 是嗎 現在 為什麼我用那些方便這麼多呢 現在的珍藍牙 珍藍牙是很神奇地有不同的配合方法 正常帶了才能入到歌的時候 會 會 會 帶了才能入到歌的 但是剛才的情況是呢 我在這個設定裏面 都是未能連到線的 Apple經常出這樣的東西 和大家玩的 好 好 你可以帶上去 好 成功 同時呢 你可以和我看看 你又可以和我看看 有聲音 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有聲音 不行啊 我們應該用同一個sauce 要比較 太快了 你先聽一會 PCM的讀者也是 如果大家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大家在搭檔鐵回家 有問題 可以 總之放工 是嗎 留言 在這裡問我們 或者問師傅也可以 可以的 好 可以停一停 先 好 講一下 講一下 我的印象是 很安靜 嗯 很安靜的意思是 譬如我剛才 我不是戴著 然後 嘗試和各位朋友聊天 說一下 問他們是不是 下班 那些 我是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即是我帶著他講話 我差不多都聽不到自己的聲 這個也挺恐怖的 這是第一件事 嗯 就是我聽人聲的密度是很高的 嗯 而高過那些 高低音的 其實有少少是 誇張地突出來了 如果你問我 以一個平衡感來講 他的中頻是很密度高 而突出來了 嗯 如果你很喜歡J人聲的 那你可以試一試這個 有觀眾問 如果換了膠 會比較好 那顆膠呢 那顆膠是特製膠 那顆膠是 暫時 是 Apple跟著那幾顆的 你說外面買不買到呢 因為他那個圈子 是不一樣的 所以 暫時 我們問過外面 就是 知名的 很著名的 一些賣耳機的商店 他都說 是沒有第三間 即第三間 即第三間的膠 是用了一個沒有 是 所以 暫時來說 你只可以用回Sony這個膠 雖然這個膠 我自己用了一會 都不是很滿意的 原因 不是說尺寸 因為他都有幾個尺寸 給你緊 問題是 他是白色 很髒 不是 他這顆膠 也是 耳機本身 白色 就算了 之前Airpop都白色 但是 你這個 是一個耳隔 塞入耳道裡面 真的會很髒 所以 我看過一些 不知道什麼圖片 又說接下來有其他顏色 好像 那張圖應該是假的 噢 好 他做假的 做一些更漂亮的顏色 所以我很期望 他是有這個 他做假的 做這個 那麼噁心的顏色 下灰色的耳膠 我就很開心 都好些 是的 白色 轉個頭 我想每次都要清潔 還有 有時 用得多是會黃 你擦都擦不掉 所以 這件事 我覺得是要扣少少分 我想他也是 哄你再去買 應該是出耳膠的 他不做 也有First Party做 這個放心 我現在試這個 試Sony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 他進了耳 其實比較貼 比較貼耳 人聲是出了 其實我覺得 整個聲底 跟第一代 或者第二代的Airpods 不是太大分別 就是那個高中 低音的比例 就不是太大分別 但是因為 你貼近了一隻耳 你失入了 其實人聲就會出了 最大分別是這件事 就是 那個音量 今早同事都試了 音量 說是夠大聲 但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聽慣了 一些比較 低油 那些 他的音量的比例 其實跟第一 或者第二代Airpods 不是相對 很大分別 如果輸出的音量 Sony 是厲害很多 再大很多 情況也相距很遠 師傅聽完後 可以給點評論 因為 如果你一聽完 Sony 聽回Airpods Pro 也挺高下立見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很勉強才聽到你說話 因為我堵住他 但是你剛剛說到最後的高下立見 我又幾認同 我聽到那四個字 剛剛一塞進去聽同一首歌 第一 我第一件事就是 要把剛才的音量降低 是的 他本身的輸出是大很多的 是的 即是立即要壓低 起碼要降低 起碼要降低 然後第二 就是 我就覺得 聽歌來說 所有東西平均一點 就是剛才我聽這個 就 想要Bass 就不是很有Bass 是的 但是這個 有些Bass 整個動態 整個動態 如果以聽歌 純粹聽歌的評分 Sony明顯得贏 我這些就沒什麼所謂 不要說他好跌不跌那些 Sony贏 如果聽歌 但是 那個 降噪那件事 如果說到降噪那件事 我覺得它是再誇張點 新這個 Pro的降噪 剛才我一帶進去 那一下降噪 嘩 沒有了 好像有耳塞 這樣塞進來 那這個呢 是有 但是就沒有Pro那麼誇張 那個降噪 Sony這個降噪 就是最初 現在Pro出了 但是Pro未出之前 Sony這個降噪 很多人都問他這個降噪 情況 或者比例 是怎樣的 師傅對AirPod 是沒有煲好 是的 只有幾個小時 還沒有煲好 我們 我對耳 都沒有煲好 是的 那 這個當然 現在是我們第一 的感覺 但是Sony 我經常覺得 它這個降噪大概是七成 70% 是的 那 你要降噪得再高一點 降到九成 就是用Sony那個大二油 就不是這一隻 因為有些人說要降噪得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坐飛機 飛機是比較低頻 就是一直吵的那種 你睡不到睡覺 你要上飛機睡覺 就算Sony 都建議大家 帶大二油相機 這個呢 在城市裏面 就是日常交通 普普通通用 就是這個降噪的水平 那剛才你說這個呢 就是七成 是的 那你 E8 我們有沒有在沙 E8 我們沒有在手 BNO E8 我們沒有 這個moment 我們沒有在手 有就再講講 有就再借回來 那這個是多少成呢 你覺得這個是降噪 其實我就拿了回來 我回來聽 我沒帶過出去 老實講 我現在不敢給comment 但是你說帶了之後 是不是靜世呢 起碼一些風聲 就是一些冷氣聲 是 或者趕東西的聲 其實趕東西的人聲 都聽到的 就是一些大一點的聲 都聽到的 你說 會不會降到 搭巴士 搭地鐵 搭檔鐵 很清淨呢 我要試試才知道 因為始終我沒有出門 我們都沒有帶上街 其實現在走下去 拿著走 現在拿著走 因為這個 剛才再講多次 這個就是誇張的 我覺得它降噪功能 一帶上去 它一開了 嘩 是突然間靜了 下了一層東西 這個就是油 但是就不是說 嘩 這個世界靜了 那一種 你看看你求什麼 真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Sony 他這樣做法 就不會讓你聽歌的時候 覺得很假 有一點點 好像普通耳機 那種 有一點點 透氣感 不會失死 Apple有一點點 就是一帶下去 好像突然間 去了一個世界 還有它的聽歌 是 是的 我會稱之為 一些不平衡 中頻是很突出 有些是 不是我們追求音樂那種 但是你說 日常用 它是絕對比第一代AirPod好 因為起碼第一代AirPod 最大的就是 流聲流得很厲害 不是流我們耳機音樂的聲音 出街 而是街外的聲音 流到耳朵 如果你剛才說 配戴的舒適感 或者是入不入耳 我剛才戴這個 是比較入 是舒服 是比較入 Sony 是比較難的 是比較難的 以及吊著 它比較難的原因 因為它本身的耳機 那顆東西 本身大 而且它沒有說 好像 為你的耳窩位 那裡去做 就是相對沒有做得那麼 那麼貼 如果持久戰來說 戴得很久 這個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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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時候的問題是 它比較大顆 那麼我們想設置 例如我想設置 用一個小一點的耳膠 那我又不到 其實 因為它外面也大顆 你塞不到進去 那變相 我用Sony 因為平時我戴我自己 例如我戴入耳式耳機 我是用中碼或者細碼耳膠 我也是 但是我用到Sony 我們現在用這個 是大馬耳膠 是 為什麼要用到大馬耳膠 因為我塞不進去 我要靠大馬耳膠 去封掉 哦 我明白 Sony是有APP 有APP 對 Sony是有APP 有程度教的 還有就是Sony 是有一個自動的環境聲 它是可以因應你 譬如你坐定了 它就會傳降槽 你一起來動 或者它detect到你搭乘車 它就可能50% 或者70% 是這樣的 當然 我平時用的 也是會用它的APP 其實也是會開全降槽 但是 剛才Deford 帶了的是什麼 應該是全降槽 全降槽 明白 是的 Apple 就是有三級的 全降槽 環境聲 和Sick 即是Off 三個level 如果大家想聽Sony那個 其實明天我會再開live 就說一個Sony 只是說Sony 明天我不說Airpods 只是說Sony 因為Sony有些新的功能 我明天可以再跟大家詳細說說Sony 那我剛才我這個 我試了那個Pro 是用環境聲 還是用全降槽 全降槽 剛才我是全的 那就是Apple 怎麼改的呢 它就沒有一個APP 因為它是建立了在IOS裡面 難怪你們要更新 那怎麼改呢 現在講到它比較音 你看到 噪音控制 燒噪 關閉 透明 那可以改了 明白 我們先給鏡頭看看 如果你更新了 iOS 是就在設定裡面 就教你那個Airpods Pro的功能 減多少 開定關 開定關 好 這裏又要給它看 今早 今早的同事都試了 如果在這個 iOS 13.2裡面 你 關了一個Airpods Pro的時候 就會多了 在這個藍牙設定 裡面 Airpods Pro的Info裡面 就會有這個設定 那 iOS 13.2 還有什麼 暫時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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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前兩天 有讀者在我們Facebook留言 問 上13.1 可以不可以 因為它是一部比較舊的iPhone 它是一部比較舊的iPhone 13.1 可以不可以 我當時跟它說 就 skip了 不要上去 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說 一來知道 13.2 就快出 其實 13.2 出的時候 前晚 前晚 它公佈13.2 升級 哇 那個更新 list 有什麼 好長 三頁指長 是 比起13.1 明白 它改了的 所以 13.1 是多了很多 不要說是問題 我其實覺得很多 是還沒有搞定的 我一直都覺得 它是在這裏出一些新的iOS 拖慢一些舊的模特兒 iPhone 7之前那些 都開始有點 你看到我這部是什麼 我在這裏 我在這裏做Live 不是 6S來的 6S嗎 我這裏是6S 你忍手 撐得住就撐了 我們不說這部 它不會生氣 我們一直說Sony 這個 這個 使用上 其實就和 AirPod Pro 例如連線 那些是一樣的 是 很簡單的 你連線 這個 你可以試 試一試 可以試一試 你拿出來 不試它 它會生氣 先插回去 好 插回去 有時候的 Hifi 它也是 好像 Apple 那樣 它很密 不很難 去你那邊 因為是同一首歌 好 這麼有趣 會自己彈出來 這麼好 因為就是 Apple 它裡面有一個 H1 H1 晶片 Apple 可以連線 使用 我們開了這個 的時候 剛才Sony沒有 開了這個的時候 會在iPhone上 自動 所有Apple的耳機 包括現在是Power BI Pro AirPod Pro 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明白 只要你是 你的iOS裝置 就是你不一定 就是Apple的裝置 所有Apple的裝置 無論你是iPhone iPad Mac機 都好 都會自己彈出來 很簡單 我聽得了 聽得 這個是掛耳 主要是讓你去運動的情況 不會飛出來 掛耳 所以當初 其實Power BI Pro 推出的時候 大家又會想 會不會 這個其實就是 AirPod的二代 因為AirPod一代二 飛出來 整個掛耳 就解決了大家 飛出來的問題 但 原來不是 原來是還有一個耳塞型 總之就是不掛耳 掛耳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彈頸 你掛耳 我戴不到 戴不到 好了 先查一下 應該就 好 連線了 好了 放回去 歌了 好 首先要馬上加大音量 因為剛才Sony的輸出很大 很大 這麼小 是Sony特別大的 要這麼多我三下 到四下 AirPod 或者Power BI Pro 那個音量的level 是差不多的 是的 他有沒有 說錯 沒有 OK 罵他又不是 不罵他又不是 很像 其實是很像AirPod Pro 有點像 但是如果二選一 譬如純粹聽歌來說 我寧願選他 嗯 如果聽歌 因為是否有音量 我不知道 總之他給我聽歌的感受 就很一般 是的 是的 我不會覺得 我自己最初試 當然是 Power BI Pro 推出的時候 這個AirPod Pro 沒有 是的 當時我的感覺 其實他比起 AirPod 好很多 但是問題是 他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他的掛耳 其實某程度上是阻礙了 你 譬如你想放入一點 是 他掛耳因為 其實固定了 他在外面已經 固定了 你想放入一點 是放不到的 嗯 可以教的位置 其實就有限 嗯 那你AirPod 沒有說 還是上一代 你喜歡點領都可以 AirPod 你點領 然後他都會降回原位 他送的 但是AirPod Pro 你可以用耳膠去教的 現在我自己覺得這個耳膠是 他 開盒之後 插在那裡 是 就是原本那個 但是盒裡面 其實還有另外有 好像三、兩副的 就是有個 大馬 有個小馬 是不是 給大家看一下耳膠也好 剛剛有讀者問 或者可以比較耳膠 或者音質 音質 音質我就說了 我覺得SONY好 音質就是SONY好 是的 嗯 那個AirPod Pro就是 那個中頻很突出 還有聽歌 我暫時還沒有很習慣 因為他 加了一個 好像 直接 Filtre Filtre 它Filtre完的東西不是蒙的 都是清的 然後那個中頻很突出 但是低頻 我覺得差了一點 嗯 那你一有比較就死了 所以比較在SONY來說 咦 一定選SONY的 如果聽歌 師傅說得對的 如果聽歌 那為什麼不是聽歌呢 原因就是有很多人 其實用耳機 除了聽歌之外 都要考慮 比如說 電話 是的 我 同事今早試了 說可以的 港電話 對方都聽得清楚 舒服的 因為我們用第一代AirPod 其實很多時候 除了聽歌之外 很多時候掛掌 都要當手機充電 嗯 沒錯 那麼 所以我們用第一代的時候 就 如果你用來講電話 其實就 沒有幾多隻可以跟AirPod 比的了 很多 如果講電話 藍牙耳機 講電話都叫救命 那麼 除了我們跟機 插著那個中馬之外 另外有個大馬 是的 有個大馬 這邊這個是大馬 那這邊就是細馬 那麼你可以教 那麼 看看你自己那個現場 他挺特別的 就是AirPod Pro 你換了耳膠之後 放到耳朵裡 iOS裡面 是有一個CAL聲的功能 哦 你告訴他 我換了耳膠了 那麼他就會 detect你的耳膠 對你的耳朵是否合適 有沒有流聲 這麼威風的嗎 是的 很神奇 這個功能 你先試了 看看分別大不大 是的 你自己有空 你會選小一個馬 沒有理由選大一個馬 是嗎 其實 現在中的那個 我是對的 他用完 我用完之後 量了之後 他說是fit的 左右耳都踢的 哦 他就說是fit的 即是他那個功能 是幫你選擇耳膠機 你換了耳膠之後 有沒有漏聲 fit不fit 他會告訴你明白 明白 當然 你最後都是憑自己的感覺 是 但是起碼 他在測試上面告訴你 這個接近了 明白 因為我同事今早試 就很有趣的 他試到右邊對 左邊不對 那你換大一顆 換小一顆 就是 他可能是左耳和右耳 是有少許 耳度有些不同 大小有少許分別 他建議你左邊和右邊 不要用一對 是用一個大碼 或者一個中碼 這樣形式 挺有趣的 反而這個調校功能 我們很多時候 外面 就算有跟手機APP 也好 那些耳機 其實都未必有這麼細節的功能 是 這個挺窩心 那麼 剛才講到哪裡 講到 講電話 Sony 都有麥克風可以講電話 但是對方聽得都比較辛苦 就是 這個 就很坦白說 如果你說 我都幾多時間要 趕電話 又或者是 我是當手機使用的 Airport Pro 在這方面 應該是拿分的 他那個有沒有說 充電充電多久 就是 充滿了這個 充滿了這個 充滿了4個半小時 4個半 開了 噢 OK 如果不打開 那麥克風就5個小時 差很少 你不是放回 那些放回盒子 在盒子裡再充 就是你已經計算盒子 還沒計算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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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充滿了耳機 如果你計算盒子 應該多打兩次到 24個小時 明白 明白 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 跟舊的Airport 時間 差不多 如果你是需要 說電話 就找他 我不是 我想 聽歌 Sony 我想平衡一點 我想聽歌 又說電話 煲氣 又不要吵人 Airport Pro 其實Airport Pro 他出來的定位 都沒有說自己是什麼 hi-end hi-fi 他多過 不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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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電話 今早也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我不用ROS 我用Android 買一個 這個真是你回答 我沒有試過用Android Android 用到 剛才說的功能 只不過 有兩個分別 第一個分別就是 連線的時候 它沒有像iPhone 那麼智能 懂得自動連線 還有它幫不了你 檢查耳膠 應該 因為它不是iPhone 它要按一按住 那個 這個 電池的雙後面 按住它 就像普通藍牙耳機一樣 去做配合 就在Android 連線之後 其他東西有沒有分別 都是一樣的 音量的輸出 跟iPhone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傾向中 大聲 不會大聲 聽了小聲 正常的音量 功能上有沒有分別 其實在iPhone上面 這個AirPod Pro 它是有兩個縮減鍵的 即是你直接按住它 它的鈴鐺 是有兩個鈴鐺 你可以設定 Siri 或者是Play Stop 兩邊都有 明白 這些功能在Android上 用不可以用到呢 Play Stop是可以的 Siri Android沒有Siri 它又不會叫Siri 也不會跟你叫Google Assistant 有人說後面那顆是Reset 即是是Pair制 其實幾個功能 如果你說那個耳機 之前充滿了其他的手機 我想放出來 但手機又不是新 按緊它是可以放出來的 我現在聽你說話其實很辛苦 因為它開了 其實很小聲 剛剛也有人問究竟 帶了上去嫌疑脫 所以我又帶上去 好一點 搓一下沒事的 沒事的 沒事的 如果舊那個 可能已經飛了出來 應該叫女兒來的 沒有 不脫了 沒事的 不錯的 挺好的 勾得挺好的 其實它勾得得緊 比Sony 因為Sony 基本上大顆 其實也有機會放出來 如果這樣勾得太緊 又會痛 可能又不舒服 它現在好像剛剛好 它有沒有壓著耳道 所以配戴的舒適感 我覺得是 它的耳膠本身是屬於比較軟的耳膠 不算硬的 這個比較 配戴 我覺得是不錯的 合格 挺舒適的 算是 講完了 還有沒有什麼要問 還有沒有什麼要問 大多數都是 不是都是 feedback 人 只是說 遇到Airport聽歌不會好 Sony就遇到聽電話不會好 是的 自己選擇 這樣說 客觀事實 你遇到Airport聽歌不會好 或者同一個價錢 坊間二千元水平 雖然只差一元 同價位 很多選擇 無論是Sony好 E8好 Bose好 很多 兩千元 很多名牌的選擇 聲音都不錯 Airport Pro相對地 一定不是最好的聲音那一款 但是你說在方便程度來說 這方面 他絕對是拿分 因為 你沒有多少隻耳機 可以做到 他 表演在RX裡面 雙配合的情況 方便 方便 第三就是 講電話 我想他是取得平衡 始終 Airport 由第一代到現在都好 他不是一個音樂耳機 我經常覺得他不是耳機 所以如果他的定價是一千元 我會九重 一千元買分 那一隻 不是 如果他的定價 你不要管這隻 這隻也一千多 但其實如果他是兩千元 就有猶疑 我自己覺得 就是 Apple 根本就是一個iPhone的周邊 是 iPhone沒有了3.5mm 不方便 OK 所以這個給你買 從來第一代的Airport 我覺得都是這個定位 Airport Pro 就是因應大家 很多對Airport的意見 再推出 而現在最尷尬的位置 就是買哪一隻 就是中間 有無線充電的Airport 因為那隻買了一千五百多 其實只差四個水 1599 對 只差四個水 那隻很尷尬 因為這個Airport Pro 也有無線充電 還有不知道他之後會叫什麼名字 我以為他叫Airport 就叫Airport 2 又不是 然後他叫Pro 那Pro的下一代 那叫什麼 Pro2 你猜的 再不是就這樣 Airport 2 Pro 你看iPhone的排名 一定會有普通版 和Pro版 現在你見 Airport都出了Pro的時候 大部份的Apple產品 都有分Pro和不Pro 除了Apple Watch 還沒有Apple Watch Pro之外 還有iMac mini 也沒有Pro 其他全部MacBook 有Pro iPhone 有 iPad 你也可以出PCM Pro 那就多條線 可以 好了 還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PCM沒有 PCM沒有 PCM那邊買廣告 好 那我先關掉 明天我們就有Sony的耳機 不只是這一款 全系列Sony耳機 有一個很好玩的功能 明天我Live去和大家試一下 好 那大家這邊都可以留意一下他們的Live 好 拜拜 拜拜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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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吃飯